这是一场人类正义与邪恶的终极之战 没有人能够逃掉 如今的你我正生活在这场终极之战当中 是爆料革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 是爆料革命时时刻刻在拯救着更多人的生命 邪恶的化身中国共产党 一定会在这场终极之战中灰飞烟灭 因为无数的事实证明 这个世界终究邪不压正 我们坚信中国人可以得到救赎 我们坚信世界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大家记住现在美国 只有一个民主党和共产党政策吗 不是的 是美国的所谓保守派和美国的极锁派在中央 还有最后背后就是共产党的肥垒 还是共产党 还是说挑战共产党的一派 无非是这个 我们新中国联邦今天是什么 但我想告诉大家 新中国联邦为啥三年来我们成为机器 我们就是人类上未来 邪恶与正义之战中间的那个 真正的生鸽打水道 新金融水道 很多战友问我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大家有脑的去想一想 看看历史 1815到1941 1946 一直到现在 还有过去2000年历史 梵蒂岗人类上真正的招舍地的其中一个主人 和瑞士的关系 和希特勒 和一战二战的关系 我们会创造人类最伟大的历史 最伟大的历史 而且会让中国人在全世界成为最受尊敬的公民 最安全的公民 最富有的公民 而且没人再可以改变 没人再可以威胁我们 任何人威胁我们的人 他们都会被消失 因为他们是邪恶的 14亿中国人将迎来美好 体面的安全的生活